心灵回收站爱的港湾 乔梅,你在哪儿,咱家出事了 老太太有心脏病 乔梅虽然担心还是下意识用了安抚的语气 妈,您别着急,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婆婆哭诉道,是你妹盈盈 她那个不争气的老公欠了赌债 要债的人赌在家门口 说再不还钱就要砍她的手 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乔梅一听出事的是小姑子 心下不由一锦 她早听说那个不靠谱的妹夫 最近迷上了赌博 出事只是早晚的 她尝试着安抚 妈,现在是法治社会 那些要债的也就是嘴上虎虎人 没人敢拿她怎么样的 婆婆却着急地将她打断 盈盈跟我说 那些人说今天他们要是不把钱还上 以后的日子都别想好过了 小梅,妈这么多年从没跟你开过口 这次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盈盈度过这个难关,行吗? 算妈求你了 乔梅听着电话里婆婆低声下气的语气 心里闪过一丝不忍 大她生了孩子起 婆婆就住进了他们的小家 多年来默默付出任劳任怨 让她下了班就能有一口热乎饭吃 就算不为了小姑子一家 就为婆婆第一次开口求她 她也不能拒绝得那么彻底 乔梅想了想 问道 需要多少 婆婆拖着哭腔打 三万 钱不算多 但乔梅转账过去的时候 心里还是不太舒服 她不是心疼这三万块钱 而是震惊婆婆手里 竟然连三万块钱都没有 婆婆已经退休快十年 每个月光退休金就有三千多 这还不算她跟老公平时贴补的 光是买给她的礼物首饰 就不下五万了 可急用的时候 婆婆却连三万都拿不出来 还要低声下气地向她这个儿媳妇开口 那她手里存的钱都花哪去了 难不成都贴补小姑子了不成 这些年 婆婆一直明里暗里接济小姑子 乔梅不是不知道 她只是没料到 婆婆会是这么个接济法 简直堪称青囊奉献 把自己的棺材本都给搭进去了 晚上回到家 婆婆做了一大桌子菜 美其明曰感谢她这个大嫂 慷慨相助 乔梅却越吃越觉得不对味 她和老公虽然不惦记婆婆那点退休金 但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 全送给小姑子一家吧 没道理 婆婆衣食住行都算在她跟老公头上 却暗地里把自己的养老钱 全贴不给已经嫁人的小姑子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而是原则上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手心手背都是肉 她再大肚也看不下去 婆婆这么偏袒小姑子 隔几天 乔梅的老公孟天时出差回来 乔梅跟她表达了不满 结果 孟天时不仅有意回避 还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这话乔梅就不爱听了 她是不想在婆婆和小姑子中间掺和 可钱都借到她头上了 怎么能算是她多管闲事呢 孟天时不愿承受她的怒火 只能一脸尴尬 无奈地悄悄给她讲起了 那个老孟家深埋多年的秘密 原来当年乔梅的公共病重 家里没钱质 恰逢孟天时的妹妹孟天盈出生 本就家徒四壁的日子 突如其来的小生命 并没有给婆婆带来多少惊喜和甜蜜 反而成了伴助她不能出门打工的脱油瓶 在孟霸病情最严重的那几天里 乔梅的婆婆动过卖女儿的念头 五千块钱跟人谈好了的 买煮来的那天 婆婆给她洗了最后一次澡 包在小被子里时婆婆喂奶给她吃 营养不足奶水不够 孩子往常都是边吃边哭 那一天不知怎么的 像有心灵感应似的 小家伙突然瞪大眼睛看着婆婆 像要把妈妈的样子深深印进眼睛里 她一下都舍不得眨眼 就那么攥住妈妈的衣服 哼啊 笑的 婆婆哭了 把来的人全部轰走 抱着女儿独坐在屋里 整整嚎啕一下午 那是她的女儿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但凡有一丁点别的办法 她也不至于走出这一步 幸好孟爸后来挺了过来 又多陪伴了他们几年 可自那以后 像是为了弥补对孩子的巨大亏欠 婆婆把有限的家庭资源 全都倾斜在女儿身上 生生把小姑子宠成了一个 不食人间疾苦的大米虫 听了老公的话 乔梅唏嘘不已 她也是做母亲的人了 自然知道 婆婆为何会这样做 父母爱子 摘星捧月之心 非亲身体会不能理解 可她理解婆婆 并不代表认同婆婆的做法 挺小姑子和那个不靠谱的妹夫 俩吃骨头都不吐渣的白眼狼 乔梅觉得婆婆为他们奉献心血完全不值 为此 她特意跟老公通了气 打算找个时间好好 跟婆婆谈一谈 让她无论自己做出什么举动 都要尽全力配合 乔梅预感到 这会是一场硬仗 然而还没等她找到时机下战书 小姑子一家竟先找上了门 他们不是来还债的 而是来借钱的 那天乔梅刚好休息 打算在家整理一下换计的衣服 她正在儿子的小床底下掏收纳箱 小姑子委屈的声音从玄关处响起 妈 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这次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英氏得了婆婆的提醒 小姑子的声音顿时小了一个度 乔梅放下手里的收纳箱 贴到门上仔细分辨 老房子隔音不好 小姑子虽然压低了声音 还是让乔梅听了个七七八八 小姑子说 她公公开车撞坏了人 现在对方要求私了 不然就告她坐牢 小姑子的声音可怜兮兮的 妈 强子跟我保证了 只要这次我帮她爸渡过难关 往后她一定再也不赌 你不是最想要个小外孙吗 只要她肯改好 我俩立刻准备要孩子 乔梅的婆婆也跟着叹息起来 念到些命苦啊 时运不济之类的无营养词汇 到最后也没听到娘俩说出个什么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乔梅心里清楚 婆婆的老板已经被小姑子炸得干干净净 这次说什么也拿不出这笔钱了 最后不是再向别人借 就是朝她这个嫂子伸手 但有句俗话说得好 有戒有还再戒不难 她上次掏出去的三万还没个音讯 她不信婆婆 好意思让小姑子再开这个口 果然 她在房间收拾好儿子的衣柜 挑了两套压轴的舞蹈服 打算重新运烫一下 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小姑子一脸谄媚地想跟她说些什么 被婆婆用别的话题盖过去了 乔梅去到浴室打开挂烫机开关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好在她这么多年和婆婆相处 早已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态度和底线 不到万不得已 她相信婆婆也不愿意主动去打破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她的底线坚守住了 婆婆的底线却大破防了 下午 乔梅从菜市场买菜回来 竟看到婆婆在卧室里清点她的首饰 甚至连公共组上传下来的金戒指都拿了出来 想到婆婆以前开玩笑 说要把那枚戒指留给她的宝贝孙媳妇 乔梅忍不住一阵头痛 婆婆当真要为了小姑子破釜沉舟了 老太太不清醒 她总不至于也跟着犯糊涂 老太太爱女心切失了分辨之心 她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婆婆被女儿吸干血 还要把最后一把老骨头也奉献给女儿的婆家 乔梅思索半天 得想个什么办法 让她的傻婆婆彻底醒悟 晚上乔梅接儿子放学 儿子高兴地跟她说省内要举办少儿舞蹈大赛 舞蹈学校的老师们都鼓励学生去参加 乔梅在确认了比赛是在假期 不会耽误上课以后 同意了给儿子报名 与此同时 她脑中灵光一闪 记上心头 儿子回到家吃完饭去写作业 乔梅却坐在沙发上 唉声叹气起来 在她有意夸张地表演了两次以后 终于引起了婆婆的注意 婆婆问她怎么了 乔梅说儿子要参加舞蹈大赛 报名费不低 她手头上的钱不多 想问问小姑子什么时候 能把上次的三万块钱还上 婆婆一听就变了脸色 她那可怜的闺女债多的跟筛子雅似的 哪还有能力填上这一笔 一旁的梦天使 有些不满地皱着眉头 刚想要说些什么 却被乔梅警告地丢了一记眼刀 到嘴边的话 又让梦天使生生给憋了回去 婆婆正吱吱吾吾 不知该怎么办 儿子突然举着作业本冲了过来 一说起比赛的事 就兴奋得张牙舞爪 她竟然就地表演了一个心学的招式 把一家人逗得眉开眼笑 好像也终于让婆婆下定决心 她拍了拍乔梅的手 嘱咐她尽快给孩子报名 费用的是她来想办法 乔梅陪儿子比完赛拿了个二等奖回来 小姑子的三万块钱还是没还上 她早就料到了会是这个结果 也没有太大的意外 当初如果不是在承受范围内 她根本不会借出去 她回来后听说 小姑子一家四处借钱碰壁 最终把老房子抵押贷了款 这才赔付上那笔钱 而婆婆也早已在她的一番操作之下淡尽良绝 她不仅把卖首饰的钱 给了大孙子报名 后续的两个月 又分别被乔梅以手头紧 要为看重的学区房展月工为由 顺理成章结下了工资卡 小姑子连续两个月没有得到娘家 不挤 对婆婆的态度完全变了呀 有一次她竟然口出怨言 怨恨婆婆是嫌弃她们 才故意不借钱给她们 有好几次乔梅撞见婆婆 躲在卫生间偷偷抹泪 除了叹息 她什么也不能说 要到病厨 须得把药下在病灶上 讲究一个稳准狠 或后不到病根 自然拔除不了 只有继续等 一个月后 婆婆大寿 小姑子舔着脸来了 乔梅预定的饭店 当着一大家子亲戚的面 她痛哭流涕地数了 婆婆如何偏心儿子 让她在婆家如何没有地位 把老太太气得一口气 没倒过来 直接住了院 住院期间 一直是乔梅和老公看护 白天上班晚上睡不好 熬得两个人 眼圈清黑无精打采 而这期间 没有工作的小姑子 竟一面未露 别说照顾婆婆一宿 就是一句问候 也不曾有 经历了这事 乔梅感觉得出 婆婆对待小姑子 态度完全不似从前 大概是觉得心寒 再怎么疼爱这个小女儿 也换不回小时候 那个可爱可怜的小丫头 而自己却已经老了 唯一能只靠的 就是儿子媳妇 再怎么把心掏出来 给她看又有什么用 闺女已经长歪 只恨不能从头再教育一遍 婆婆出院后 乔梅挑了个合适的时机 把婆婆的工资卡还了回去 里面原封不动存着 这几个月的工资 一分未动 除了工资卡 还有婆婆偷偷卖掉的 几件首饰 也被乔梅暗自买下来 重新送给婆婆 婆婆粗糙的手 抚摸在那几件 充满时光记忆的老物件上 眼里不自觉流出泪水 浑浊的眼神 却逐渐变得清明 她握住了乔梅的手 感慨万分 小梅 从前是妈糊涂 对不住你 你放心吧 往后不会再这样了 你跟天使放心奋斗 妈 这一把老骨头 别的能力没有 一定给你们 把小家照顾好 乔梅说 妈 本来也没有花您 退休金的意思 我本意就是想让您明白 有时候 无底线的帮助给予 反而会害人害己 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犯错 更何况妹夫那种赌徒 是不会轻易收手的 乔梅抬手将婆婆额前 一缕花白的头发 捋到耳后 继续认真地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 如果盈盈自己不成长 难不成您还要管她一辈子 妈 您那么大年纪了 也该安享晚年了 如今 卡还到您手上 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我和天使能照顾这个家 更能照顾您 乔梅一番话 把婆婆感动得泪流满面 她又主动把工资卡交回她手里 还感叹自己人老了 没有花钱的地方 乔梅是孟家的好媳妇 她信得过她 乔梅推举不成 只好抱了抱 看起来又老了几岁的婆婆 这样也好 省得婆婆心软 再拿去贴补吸血鬼的小姑子一家 解决了心头大患 乔梅觉得畅快多了 然而 没等她舒服几天 小姑子又出事了 她本想用怀孕来拴住 赌红眼的丈夫 结果 就因为没钱拿给那个混蛋去赌 就被她打流产了 小姑子像个丧家之犬一样 跑回来的时候 乔梅真的很无语 可小姑子认错的态度 又实在虔诚无比 就差直接给她跪下了 还得问问她姿势够不够标准 用不用重跪一次那种 小姑子一直是个挺聪明的人 知道这个家里 谁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因此 她可着劲地冲乔梅好 嫂子啊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是被那个天杀的 给洗脑了 现在我醒悟了 知道你们才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我以后一定听你们的话 再也不摆烂了 呜呜呜 乔梅看到婆婆和老公那一脸心疼中 带着期许的表情 心知这块烫手山芋 暂时是接不下去了 不过也没有那么棘手 稳固住了婆婆 这个大后方 老公又世事都懂得尊重她 她不愁没时间腾出手来 好好修理小姑子这棵歪薄树 她看着小姑子语重心长地说 十个赌徒九个书 她为了赌 能把你打成这样 你确定要把自己的一辈子 跟这样的男人绑在一起吗 小姑子神情一致 犹豫了好半赏 最后才下定决心般的郑重点头 决定离婚 至于那三万块钱 幸亏乔梅当时留了个心眼 直接给妹夫转的账 不然才真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她晃了个舌的功夫 一转头 就见婆婆和老公都一脸欣慰 而充满感激地看着自己 乔梅心想 是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一日活着便会有一日的烦恼 麻烦她来了 不要急着躲 一一去解决她 未尝不是每个普通人 所能拥有的美好的一生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